2023年12月14日 由瑞邦金融冠名的第二十届优秀母亲 及全球杰出女性颁奖盛典答谢会 在加拿大枝花酒庄举行 这不仅是一场答谢会 更是一个庆祝圣诞和迎接新年的盛大聚会 由北美妇女联合总会主办 获奖的杰出女性 以及来自各界的社会精英 共50多位在此相聚 今天我们来到冰酒枝花 这个美丽的酒庄庄园 举行一个线下的party 因为是圣诞节快来临了 另外我们第二十届优秀母亲 和全球杰出女性的颁奖典礼 也是在上个月底刚刚结束 所以今天我们会到线下的姐妹们 她们都是获奖的一些杰出女性 大概有三四十位吧 今天会在这里来享受一下 我们线下聚会的快乐 也享受一下我们即将迎来圣诞的喜悦 11月29日的颁奖典礼上 聚集了众多社会名流和杰出女性代表 她们的出席不仅展示了文化多元性的交融 也彰显了女性力量的璀璨 这些女性从商业巨头到社会活动推动者 不仅在各自的领域中树立了榜样 也为女性群体赢得了更多的尊重和关注 我是瑞邦金融的廖子卫 也是北美加拿大联合妇女会的终身荣誉主席 今天获奖的优秀妇女们 在加拿大枝花著名的冰酒酒庄 举办一个非常隆重的庆功 庆祝这样一个聚会圣诞晚会 我们今天大家都穿的圣诞的颜色 红的绿的 我们从内心特别感谢所有的妇女 为我们的家庭社会所做的贡献 我们也预祝所有的妇女能够团结起来 将加拿大北美妇女会打造成更加优秀的平台 展示你们的优秀的品质和奉献的精神 预祝我们妇女会越办越好 祝广大观众新春快乐 圣诞幸福 今天是我们妇女会为第二十届当选获奖的女性 举办的一个红绿白圣诞主题party 因为获奖的这些女性在获奖当天呢 颁奖当天呢 她们是没有时间进行相互之间的认识和沟通的 那为了为了她们能够相互之间 有一个交流共通认识的机会呢 我们就每年每次都会在获奖以后呢 举办这么一个圣诞主题party 一个呢是为了让她们 直接能够相互认识交流 同时呢也为了给这些优秀的女性们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呢 让她们有一个放生自己的机会 当妈妈这些女性呢非常的不容易 一时候要家庭 一时候还要就是说自己做事业 所以我们都会在这个特殊的节日 给她们举办这么一场圣诞party 希望大家今天呢能在这个活动中 留下美好的回忆 我是Katrina 我是大川家的创始人 我是第二十届杰出女企业家 我代表大川家 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快乐 很荣幸呢 活到2023年 加拿大杰出女性奖 那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我希望透过我自己的行动 去感染更多的社区爱心人士 能参与到慈善的这个善举礼 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 本次答谢会 不仅是对这些杰出女性的庆祝 也是对她们在不同领域取得成就的认可 瑞邦金融的支持 使整个活动更加光彩夺目 在庆祝圣诞和迎接新年的欢乐气氛中 加拿大枝花酒庄成为见证女性力量和成就的完美场所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通过此次活动 不仅对杰出女性表达了敬意 也强调了社会对女性平等关注的重要性 这是对女性群体的强烈支持 也是让更多人了解 尊重并激励女性在各行各业中大放异彩的重要一步 祝北美妇女联合总会 越南越好 耶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 祝加拿大枝花酒庄 越南越好 耶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 越南越好 北美妇女联合总会 越南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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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